各位来宾 现在是专题演讲3的时间 接下来这位讲师 是从台湾远道而来的演讲人 他也被称为是台湾的流通教父 现任全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徐崇文居士 话不多说 请大家马上给热烈的掌声 有请徐崇文居士 上台为我们主讲议题 用心就有用力的地方 有请 师傅还有各位在座的亲人朋友 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 而且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这边 跟大家共同讨论 共同救教 那我想其实我跟佛教的因缘非常深 我从小时候三岁的时候 我住在这个佛堂里面 将近有两年的时间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机缘呢 也就是因为我家庭 就是一个佛教的这个家庭 那我的亲戚 我的一些长辈呢 也有出家中很多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我住在这个产堂里面呢 事实上给我很大的启发 尤其我跟我们这些 出家的这个师傅法师呢 都生活在一起 玩在一起 所以呢 它就是像我们的一个家庭一样的 所以我想这种因缘可能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的 就是有这种机缘 但是呢 我今天能够回馈给我们这个 马来西亚的这个佛亲团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应该的 我要回馈 因为事实上我现在是挂 华谷山的总顾问 他事实上总顾问呢 应该讲起来就是要 几乎是前职的就是真正的当一个总顾问 但事实上呢 因为我在事业上呢 还有很多的这个任务呢 必须要去完成 所以呢 我现在呢 同然还是在企业界 还有在台湾的所谓的商业发展研究院呢 担任董事长的职务 商业发展研究院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他事实上是一个国家的智库 然后呢就是希望说把我过去在整个商业 零售业 流通业的这个领域呢 所学的呢 能够贡献出来 然后呢提供给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些 无论是青年创业的或者是已经在成就事业的呢 给他们一些贡献 那是一些祝库方面 那因为我过去的历史呢 就是从1977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投入在7-11这个事业 因为当时为什么有跟7-11结上因缘呢 其实讲起来 这个故事呢 是从我在1973年的时候 到1977年 我在日本求学 那日本求学当中呢 其实学校所教给我的一些理论课程之外呢 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说 当时日本的这个商业环境的成长 还有商业环境的这种 急速的这种发展呢 给我很大的启示 那那时候 就是在我的住家附近呢 有一家这个7-11在东京诞生 那这家7-11呢 其实讲起来 它是从美国引进的 所以我每天呢 它上写的时候一定是 会经过这家店 然后进去里面捞一圈再跑出来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是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这种店 那这种店到底是什么 那后来我是觉得说 有一天我一定要把 美国的7-11呢 带回到台湾来 所以我在1977年刚好 回到台湾之后呢 就是进到一家这个 大型的这个食品公司呢 统一企业呢 去就职 那那时候我就跟董事会提见 就是说 未来是一个商业发展的一个歧视 如果我们今天做食品制造呢 其实可以往这个商业的发展来去突破 所以董事会也觉得这个很有道理 后来我就很积极的就是跟 美国的7-11来接洽 到了1979年的时候 我们正式的跟美国7-11来缔结关系 那这个关系也就是延伸到今天呢 在台湾现在总共有五千 超过五千家的这个7-11 那我相信如果到 各位到过台湾呢 也曾经去过7-11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台湾的7-11 有的请棘手 那也有不少的这个朋友呢 都看过 那其实讲讲大家会觉得说 7-11好像做得很成功 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这家公司就是拼领这个破产 为什么讲 我们引进了1979年引进7-11之后 因为当时环境不够成熟 消费的形态还没有那么完整 所以大家觉得说 什么叫7-11 是不是7块卖11块的商店 所以叫7-11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被接受 所以那时候就是濱临倒闭的 那后来 因为当时也不是我当这个总经理的 那时候我们这个团队就被解散掉 解散了之后呢 我就被派到那个工厂去做厂长 但是厂长不是我的内心的这个期待 我的期待就是希望能够 往商业的发展这条路来走 但是因为失败了 所以必须要去回国 然后呢 就是面必试过 所以那个很凄惨 但是后来这家公司一直延续 变成是一个回归到集团的事业部 但事业部之后 在想到怎么办呢 这家公司如果 这个事业如果结束掉呢 那怎么办呢 跟美国也有缔绝这个关系 所以后来他就觉得说反正那个是当时这个 这个习先生的习丛人引进的 所以就让他做最后的这个 好像就是看看能不能把他拯救回来 所以我后来又被派回来 回来之后我就开始整顿 整顿了之后又重新起来 所以总共经过七年的时间 7-11才反转过来 但是有的人他们会觉得说 啊 我7-11都 台湾的7-11都pay了七年了 我才pay了两三年 应该还有四年的时间 我说不要这样做 你可能会垮掉 一般的中小企业如果做一年 没有赚钱的话呢 就会垮掉了 所以我相信很多的事情都是 那种经验的过程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跟各位讲的就是说 当然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 在经营企业 而且或者是已经在企业里面 这个上班或者是就业的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讲起来景气它是变动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 各位面临到的这个环境 不是只有马来西亚 其实全世界都一样 台湾也是一样 面临经济的这个衰退 还有出口的这个衰退 当然就会影响到整个景气不好 但是景气不好 那是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说 你要认真的去思考说 那我怎么样子去突破 我常常讲就是说 除非你把这个事业结束掉 你景气不好 生意不好 所以你又把它结束掉 但是呢 你如果想要在继续的 发展这个事业的时候 你要想说 我的机会人在哪里 我在这个地方可以告诉各位 因为我后来除了经营7-11之外 也经营了很多的这个商业的 这个事业的发展 包括就是说 大家可能熟悉的 Bist Donuts 或者是这个无印良品 或者是什么板机百货 事实上 我引进的这个事业非常之多 但是这个当中呢 有一个可以让大家了解的就是说 像不知道 这到台湾的博客来嘛 博客来就是online book store online book store是什么呢 在15年前呢 这家公司是由一位良慧的这个年轻人 他创办的 那当时这家公司面临倒闭 所以他就跑来跟我商量 就是说希望我们给他投资 那希望我们给他帮助怎么去 让他能够营营更加的顺畅 所以那时候我听的时候 因为当时我也知道说 未来的世界的趋势一定会往这个online book store 或者e-commerce的幻想去发展 因为那时候完全就没有人关注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个迹象是这样子 那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OK 那我们跟你投资 那然后呢 但是在整个经营上 我们要involve进去 那后来我就把它变成就是说 吸食的一个整合 把7-11是实体店 然后online book store是悉尼的 我就把它结合在 比如说你订书 然后呢 在这个7-11拿货 那这个一直做下去的结果呢 让这家公司呢 就是变成就是本来要结束的 那后来就可以讲起来 获利也相当很好 这个就是变成说整个的一个business model 一个思考说你一定要融入顾客的一个情景去思考说 我怎么样子去翻转 这个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case呢是 一家这个药品公司呢 我们投资了一家药品公司 一年要赔这个新台币2亿 马币是等于多少 2千万 2千万的这个马币呢 那这家公司快要结束掉了 那我的老板就跟我讲说 你是不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把它救起来 但是药品对我来讲我是很陌生 我完全不晓得什么东西 做这个药品 但是我突然间就说 好像一个人如果快要断气 快要面临死亡的时候呢 你要让他有呼吸啊 就好像比如说 一个人心脏停止了 然后你用电脊 用电脊 或者是让他有呼吸 那怎么让他有呼吸呢 所以我后来就想说那怎么办呢 就一个out of the box的一个思考 我就想说那我不一定要做药品 我看整个trainer是什么 我发现说当时的这个化专品当中 有一个SK2 大家知道SK2吗 女性可能比较常用 但是SK2它的价格非常高 但是为什么还很抢手 我说那我如果搭这个顺风车的话呢 是不是可以反转这个 让这个公司能够再获救 结果我就请一些厂商人 生产这个所谓比较平价 优质的平价的面膜 SK2事实上是面膜 那SK2出来之后 我就打出一个我的免疫日记 结果我的免疫日记 那怎么去销售呢 我的通路在哪里 我就想还是用我的7的这个通路 然后呢我在想说 我有一个drug store叫做抗氏美 这两个通路就是等于group的一个通路 然后切进去 后来就变成说这个产品畅销 一年可以赚 这家公司一年可以赚2亿的台币 所以这个就是说很多事情 其实讲起来它的理论是很简单的 但是基本上我们一定要知道说 那我的机会在哪里 我今天的核心价值在哪里 所以有一个那个 有一张图 这个有没有 这没有一张图 因为我常常在讲就是说 所谓的这种核心价值在哪里 比如说你们在座各位 所经营的这个事业当中呢 你一定说哪一部分你做得很好 你赚钱的 你做得很安稳的 这部分是你的核心价值 但是核心价值之外呢 你怎么去做价值的延伸 你的周边 核心价值的周边有没有机会点 从这个核心价值来讲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这个 Seven也是一样 Seven本身 它就是它的一个核心价值 就是提供便利性 为主体的一家商店 但是它的周边有什么机会呢 它的周边就可能想 哦 刚才讲的 康斯美可以透过 不是 on-life store可以透过实体的店 来做拿货缴款 那同时呢 这些刚才讲的这个 这些快倒闭的公司 它的面膜可以透过Seven的方式来去透展 但是当然我相信大家不是都是做两边的 有的做生产的不一定做实体的 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零要知道说 那我的机会应该是什么 我要怎么去做 所以后来延伸了很多的这个事业呢 其实讲起来 都完全就是这种思考逻辑 但是最终的就是说 融入顾客的情境 我常常讲就是 什么叫融入顾客情境呢 我们常常说 你要站在顾客的立场去想 但是其实讲起来 大家都知道 要站在顾客的立场去想 但是我们在做事的时候 往往就会 有一个迷失就是 一直钻牛角巾 然后呢就 忽略掉顾客真正的需要 我想这一点的话呢 也常常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盲点 比如说行销单位 他很专注的一直研究 怎么去推销这个东西 但是他忽略到营业单位 他怎么去配合 那就会产生 他的效益不是很好 所以我想呢 这个经营事业的法则呢 应该都是一样的 那当然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发展的这些 这么多的这个事业 我总共从7-11 然后发展的变成 有50家的这个公司的 这个集团的企业 那这50家当中呢 它的原理都是一样 但是有一点呢 事实上我在想就是说 谈到一个世界的潮流 跟那个市场的趋势来讲的话 我们常常会找 我们的Benchmark 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到国外去看 哪一个事业是觉得不错 我们要去学习的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都常常到国外去呢 一定都去看很多的东西 但是看了东西之后呢 你要怎么去 你要怎么去变成 你的一个这个 加分的这种品相呢 那这个品相呢 其实讲起来 譬如说 我们常常会讲这个 像这个I-Bone I-Bone的话 我相信大家不一定熟悉 但是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Kiosk 一个ATM一样的 那当时我是在日本去看说 咦 为什么Benny商店 都有一台这个ATM 它在做什么 它原来是在卖戏票 卖演唱会的票 或者是卖这个旅行的package 好像是这样子 那台湾为什么没有 那我就在想说 那我来实验看看 实验了之后 我就加注很多的功能 包括譬如说 你可以买高铁的票 你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加值 在这个地方去做 那这个概念是什么 就是说 一个东西 你如果去学习到 一个Benchmark之后 你要想说 那我要 我要从什么地方切入 那切入之后 我要怎么去 不断的去把它加值 互加价值怎么去提升 那互加价值提升之后 这个东西就变成 你跟人家不一样的 所以我常常 譬如说我今天早上 也看了很多的 我们这些朋友的这些 经营的事业 我也发现说 其实讲起来 我们马来西亚 整个的这个水准 是不输给台湾的 尤其是在商业方面 譬如说商店 或者是整个商品的组合 还有各方面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说 其实是不输给台湾的 那在这种情绪下 我看到就说 我可能看美国的 我可能看日本的 我可能看马来西亚的 但是我也想说 那我台湾我要怎么去做 所以我是希望说 大家譬如说 我们今天听演讲 我听到很多好的新的观念 但是就要回去之后 就要怎么样 就要去试作 就把你 catch到的一个point 然后去try 你如果没有去try的话 你可能过几天就弯掉了 我们常常看一本书 我这个观念很好 但是观念看了之后 我们可能就弯掉了 因为太忙就弯掉了 所以我常常会 有记录的这个习惯 然后听到一个好的这个 一本是跟人家谈话当中 我catch到一个point 我就把它记下来 记下来之后 我就会去试作 我会去试作 看看这个结果是怎么样 养成这种习惯的话 你慢慢就会 就是说 很多 你所学习到的东西 就会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回顾我 这40年的这种 执矮生涯当中 其实都是用这种模式在做 我并不是一个天才 我什么都不懂 但是我会不断的去吸收 不断的去找出人家的优点 然后怎么变成我们自己的一个优点 所以后来 到了最后 这个集团就变成这么大的一个集团 那时候大家也没有办法想像说 做一个7月圆 怎么可以变成是一个流通的次集团 不过现在我从7月圆域离开之后 除了刚才介绍就是说在商花院 然后现在我也在一个超级市场的连锁 我们总共在台湾有780家的超级市场 那这个超级市场 我为什么会从7月圆域 再到这个地方来 其实那是我的一个使命 我的一个理想 我的一个梦想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7月圆域 我引进7月圆域 我的想法就是说 人家美国有进步的7月圆域 日本有 为什么台湾没有 那引进了7月圆域之后 慢慢他就变成说 大家生活的一部分 没有7月圆域已经不能够 他说有的人讲说 可以没有政府 他们是不能没有7月圆域 所以因为他很方便 因为他好像就是到处都有 这很方便的 那什么都可以搞定 那我想说 这个也是创造 创造台湾社会的一个幸福感 我相信我们经营事业 今天我听了罗先生的一个演讲 我也深同感受 就是说 其实做事业不是只有追求利润 不是一直在想赚钱赚钱再赚钱 但是你赚钱之后 你要去想说 那你是不是对社会有贡献 你是不是让消费者觉得很开心 这社会的一个回馈 那然后你今天做了一个7月圆域之后 那我就想说 那我退休了之后怎么办 那我就想说 那我刚才谈到的时候 我到国家的智库去帮忙 然后让台湾的商业能够更加的进步 然后呢 企业界当然就是想说 刚好就是谈到这个超市 这个林先生有一个owner 他就一直希望我能够加入他的这个阵容里面 那当然我也想说 今天台湾的超级市场呢 如果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 水准还是算不到位的地方 有很多必须要努力的 那我在想说 我能够把台湾的超市 也把它创造成一个 让台湾更幸福 跟社会更方便的话呢 那这个对我来讲 我已经可以完成我的这个使命了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才去接这个工作 不然的话人家说 你怎么那么辛苦 应该退休了 应该去游山玩水啊 找朋友去喝酒喝茶 然后到处去走 但是我在想 人生的意义不是只有这样子 所以我认为呢 我今天做这个工作呢 我做得很开心 因为我一直从大学毕业流学 然后直到今天呢 我走的路线都没有变 都是在商业的这个领域 不断的去静静 不断的去学习 那这个 谈到 每一个人的一种价值观念 其实 做生意 我刚才讲就是说 你的 做生意的意义是什么 价值是什么 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你工作的价值在哪里 有时候我们要去思考 有的人他会很抱怨 譬如说 我们会 有时候会遇到有一些伙伴 他觉得说 哎呀我赚的钱这么少 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工作 他就很生气很懊恼 对不对 但是我常常去说 其实 如果你跟他讲说 你如果服务 你对人 对人请的一个服务呢 奉献呢 这个就是一个价值 这是你工作的价值 但是 有时候 年轻人 你刚才讲这些 他有时候停不进去的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要慢慢的心跳 一个企业的领导 我也认同就是 刚才洛先生讲的 就是说 他是一个 一个什么样子 创造一个好的企业文化 还有我们怎么样子呢 让这个企业是有家的感觉 我一向 我的经营领导的风格 都是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我们集团很大 那这个 当时的董事长 他就觉得说 哎呀这么辛苦 工作 这个事业这么多 好像多子多生 多是个多烦恼 对不对 他就觉得说 这只剩这么多 那烦恼的事那么多 怎么办呢 那我就想到说 啊 既然这个 长辈 就是父子辈的 有这么烦恼 那我当 好像是儿子的 我要怎么去分摊呢 用这种心境的说 那我是一个 好像是大哥哥一样的 我带你这些 兄弟姐妹呢 往前走 爸爸妈妈不能够照顾 这群这个 这么大群的 这个 这个 兄弟姐妹 那我大哥哥我来带他们 用这种心境 因此我在引导这种 企业的时候 我非常重视这种企业文化 我要的就是说 大家要像家人的感觉一样 我相信呢 我们在座的很多的伟大的 这个成功的企业家 都是用这种心情的在经营事业 那你如果怎么把它当成是 一个棋子一个筹码 然后就是不断的去 给他的这个工作上的这种 负担压力 我相信呢 慢慢这个就是 离心力就会很大 尤其是现在的新世代呢 跟过去也不太一样 以前我们常常讲说 哎 来来来 你这个工作你要 你要怎么好好的做 你要应该怎么去改善 那这个 通常这个 工作同仁都会很害怕 说主管是要要求什么 要求什么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如果在 尤其在门店工作的 如果 你的职业跟你讲 来来来 店长我告诉你 那店长就很害怕 因为他要离职 我相信我不曉得 马来西亚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们台湾 现在也是很缺的 尤其是那种服务业 跟商业 人手都很缺 那在这种情形下 就是说 我们都很怕这些 这些年轻的伙伴 他们就是跟我讲说 他不干了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说 时代的一个转变 但是 在这种情形下 那你怎么办呢 你要去想说 你不要按照过去的思维 你要去想说 那时代的转变 我们的思维应该去转变 我们不能够 一直 complain说 我们以前都努力 你们现在怎么像草莓组 或什么一直一直这样子 你要鼓励他们 然后站在他们的这个角度 他们的立场去讲 我相信这个道理应该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但是要真正的去实践去做 我常常讲说表理一致 你作为一个主管 你真的要表理一致 你不能说 你讲的一套 然后做的又一套 人家就看出你的这个疲勒出来 他们就不甩你了 我想这个应该大家都一样的 所以我相信呢 我在这个禅修当中呢 也学习到很多 因为在二十几年前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 这个精英禅三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不晓得说 为什么 会被征召去参加这个精英禅三 因为那时候都是特别选择 在社会上比较 也有领导者的这个角色的呢 然后这个圣言师傅呢 就不知道怎么征召 我们就被征召去参加 那我也不晓得什么 叫做精英禅三 我想应该可以到山上去度假一下 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 这个禅修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但是其实讲起来 那个禅修 后来我也参加过几次的这种 这种打七啦 但事实上 给我很大的体会是什么 因为我可以 在禅修当中呢 就可以真正的 冷静下来去看自己 因为我们常常在 整个的这个生活当中呢 我们都是受外界很多的影响 很多的事物的这个 这个讲究说 烦恼也好干扰也好 很多就是 都是充满在那个 那时候 师傅跟我们讲说 你们这个禅修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 什么都不要想 然后呢 只要去听你的呼吸声 那眼睛闭着 然后静静的那个 那这样眼睛一闭下来呢 就 哇 突然间这个幻想就很多了 突然间你会觉得说 原来你不知道说 你平常想的这么多 眼睛闭起来就想的更多了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那种经验 那这个就是 过程当中你就突然发现说 那你怎么是把这些烦恼 把它秉除出去呢 就好像我常常在讲说 今天等一下跟你讲 啊 赞美你 然后觉得你很伟大 你做得很好啊 你就觉得很开心 很开心 人家是骂你 或者讲你的坏话 你就气死了 然后就不断的这个 这个懊恼 自己就是怂气 但是这种心情我常常说 那你原来想像 就好像 今天人家丢了一个垃圾给你 那你是要拥抱垃圾呢 还是要把垃圾丢到垃圾桶呢 这种原理我相信大家都 好像听过 但是事实上要真正的去实践 不然的话 你一个事情纠结在心中的时候 你永远就跑不出来 你就会觉得很伤神 所以那时候圣言事实上 跟我们讲说 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不要把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别人讲不好听的话 讲这个粗鲁的话语 但是那个是他的修养的高度 你要去想说 算了 因为我也不能够叫他不讲 我也不能够叫他不认为这样子 那就算了 那这种心情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比较 那我不在乎 反正我做我的 我做对的事情就对了 所以这种心境的话 你就要去不断的去练习 所以常常在讲说 你今天到底怎么去练习 我们常常讲说 你的目标在哪里 你的幻想是什么 经营事业都有它的目标 也有它的幻想 但是人的修行也是一样 你要自己有一个目标 我们有一个明灯 灯塔在什么地方 或者是我们这部车呢 要开的目标是哪里 我们很清楚的时候呢 我常常讲说 OK 你走路也可以到 你骑脚踏车也可以到 你开车也可以到 你慢快 每一个人的tempo是不一样的 按照自己的tempo一步一步 朝着这个目标幻想 不断的去精进 那自然你就会 后来开朗说 哦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我常常觉得就是说 鼓励很多的人青人 一定用这种心境去 去对待任何的事情 又回到刚才讲说 那你经营事业 经营事业 我们常常都讲skill 就是说你怎么去行销 你怎么去promotion 你怎么去赢得你的客户的订单 大家都在讲这个 很这种 战斗性的这种想法 但是你如果把它回归到一个原点 就是说 我刚才回到一个原点就是说 那你融入顾客的情形 我顾客需要什么 有时候我们做这种零售的 我常常就说 台湾做这种零售很辛苦 因为怎么样子 我们都要自己想说 我要做什么行销的方案 我们要做什么 这个才能够把这个商品销售出去 都要花很多的心思 我后来跟日本人交流之后 我发现说 日本人做零售会太轻松了 因为怎么样子呢 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 卖东西给零售联锁欠的厂商的时候 我要替他想好 就是所有的package Promotion的一个program 我都要替他想好 然后搬到他的前面跟他报告的时候 我可以帮你做这件事情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 一般的厂商他就会说 这个商品看你要不要 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说 完全就是变成说 我买你的东西 我还要去商老金 我怎么去做这个行销规划 怎么去做Promotion 所以我常常就说 日本人 其实假如你看他们也很厉害 但是因为当然它是很成熟的一个商业的环境 跟台湾市是不太一样 但是基本上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反过来去思考 譬如说有一家这个 卖那个面包包彩的这个公司 这个面包包彩的公司它怎么做呢 他的客户都是一些面包小店 他要去跟他卖这个面包包彩怎么做呢 他要去搜集前日本人 哪一些烘培款做成功的这个商品是什么 那他怎么去生产怎么去制作 这个包装公司的这些营业人员 他要去不断的去搜集 搜集了之后他还要去试作 试作了之后 他跑到这个面包店的跟老板讲说 我可以教你做这个面包 那做这个面包的话 当然就需要他的包彩 所以我相信这个道理 大家也都非常的清楚 也就是说做任何事情 有时候在面临到挑战 那种困境的时候你要去想说 那我的机会点在哪里 我怎么样子让他存活下来 我怎么样子能够更加的这个 提供更好的服务给我的客户 这个就是说你从整体就是 将心比心或者站在对方的立场 这个道理是 其实跟我们的修行是一样的 那这个华谷山 这个我跟他的因言那么深 实际上我也担任他的总顾问之外 有时候办一些活动 我也必须要去出席参加 像台湾的华谷山有办这个 集体的这个分离 我不晓得这边有没有做 可能还没有吧 那集体分离的时候大家就 因为当时的师傅就想认为说 集体分离的话就可以更加的 大家就比较简单的 然后比较不用花那么多的钱 然后呢大家一起 在这种活好的这个见证之下呢 大家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分离的一个仪式 所以我曾经也跟我的内人呢 一起去参加过这个活动 那是在这个七年的时候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大家在讲说 企业就是道场 在我的认同上 我也认为说企业就是一个道场 当然我们有机会的时候 可以到这个我们去禅修 我们可以去接受师傅的开示 但是呢基本上我是觉得说 平常的时候你如果在营营事业当中呢 你有用这种活法的这种概念呢 然后去经营事业的时候呢 我相信呢我们就可以让整个的这个公司呢 不断的成长 然后呢甚至呢 让我们的这个顾客满意 厂商也觉得有共存共荣的这种想法 那让我们的员工的建树呢 也感到非常的幸福感 这个就是变成说 其实这个就是经营事业 这只要的一个精髓 所以如何找到自己的路 看见不平反的自己呢 我想其实讲起来就是做人做事做自己 做人做事做自己 其实我个人就是说 有的人讲说做人是比做事更重要 其实如果不是讲说 你都是靠很多的这个关系 然后这个到地 到次去跟人家这个社交 这个就是做人 其实讲起来 做人来讲的话 你比如说在公司内部 内部来讲的话 主管跟布什的一个沟通 还有这个 布什跟布什之间的一个沟通 我认为这个就是做人很重要的一个基本 那如果大家都是站在本位的主意 然后各自不相让 那这家公司呢 要成长也是相当的困难 那做事情的话 要很认真的 然后就是有始有终 凡事彻底 我认为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做自己的话呢 当然有时候 难免我们必须要迁就整个环境的变化 有时候 他说你的想法不一定跟主管 或者是老板他的想法是一致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去推荐 其实我当时在引进7-11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很多的这个 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企业 已经在食品界呢 算是第一位 所以大家都觉得 这家公司是最伟大的 那因此我们引进这个7-11 他说7-11 人家谁知道什么叫7-11 你挂7-11招牌有什么用 那时候就是说一定要挂我们自己公司的招牌 那时候就很多意见 那当然我也是想说 既然没有办法 马上就改变老板的一些想法 那我就慢慢的 有机会的时候 还是要不断的去把这个概念能够传实出去 那后来就慢慢的就转变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任何事情 如果你是 你的目标是正确的 你的 你想的事情是对的时候 你要很坚持不断的走下去 坚持是蛮重要的 其实讲讲如果 如果刚才你们听的这个7-11 如果当时没有坚持的话 7-11早就消失了 在台湾早就消失了 那接着我想跟各位谈到就是 不计回报 什么叫不计回报 我就是刚才跟各位讲的就是说 我们今天对人家很好 那我们都期望人家对我们也很好 但是你如果像 你如果是期望太高的时候 你会什么样 你会失望 而且你会觉得说好像不对等 你就会觉得内心不平衡 我相信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会 常常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个人的觉得就是说 做事情就是说 你不一定要追求回报 就好像你当一个父母 然后培养子女 你不要求 你不要想说 将来子女会给你回报 像我的话 我也觉得说 我培育了我两个儿子 那这两个儿子他自己本身 我提供他读书 然后出社会之后 他就自己去工作 然后自己做经营自己的事业 那这个就我的任务应该是完成的 因为我认为他还是个体 他不是属于我的财产 有的人把子女当成自己的财产 不能够让子女非常很自由的 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就好像我们常常讲说 如果小朋友 小孩子走路很危险的时候 快要掉到那个很危险的地方的时候 你要想把他拉住 那如果不是很危险 你就让他自己走 你不要一直一直拉住他 有的时候家长都会把小孩子 那这样子内好像就是不让他有自由的一个想法 那这样子会指外整个小朋友的这种发展 所以不计较 尤其是现代的社会 有时候我们过去农业社会 就是三代都住在一起 但是现在的社会根本不可能说三代都三代同堂 不可能是这样 除非是农村社会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慢慢的就会觉得说 好像这个亲子关系就慢慢的就好像各自独立的 但是基本上我们当然还是鼓励孝顺 因为有 我也常常讲说 你如果不孝顺的话 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员工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办一些什么 家庭的建属的建属会 或者是办一些什么 跟爸爸妈妈感谢的话 或者是跟爸爸妈妈洗脚 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这种习惯 我们是帮长辈洗脚 以前古时候就是有这种古的习俗 但是他强调就是要用那种孝顺的这种观念 必须要生子在每一个员工的这个心中 那你无论说你如果今天领了这个本质之后 你不是说只有花在你的小朋友 或者是你的家人的身上 你还要想到说 那我是不是带爸爸妈妈去哪里旅行或什么 就是要孝顺 你用孝顺的心的时候 你就会对人 就会比较能够以言为善 这样子 所以呢 像我昨天来有很多的朋友 也跟我谈到说 你听说是在扫厕所 我说对啊 我是一个炒厕所的班长一样的 在台湾我在扫厕所已经炒了十几年了 那大家觉得说你是犯了什么错误 我为什么要天天去扫厕所这样子 但是那种概念 其实讲起来 差不多在十三年前 有一位这个老先生 他就是那个建山先生 这位建山先生现在已经八十几岁 他还在帮人家扫厕所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有一次我在十五年前认识这位先生 那因为他跟我的事业有partner的关系 那有一次他来台湾 那我就很好奇的问说 诶 请问你的这个 除了工作之外呢 兴趣是什么 嗜好是什么 我想说他大概是可能是打高呼球 不然说我去游玩或理心 但是他告诉我他是叫人家炒厕所 那我当然听了吓一跳 那当时台湾环境也不太好 因为环境比较脏乱 那我就想那炒厕所 我可以让环境更加的干净 这是第一个想法 那第二个想法 从他的理念当中 我才真正的体会到说 哦 原来炒厕所呢 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而是他有一个程序的 他本身就是有一个程序呢 然后呢不是只有一个功绩 就可以做好 而是要呢 有循序渐进的方式 那然后你可以养成自己的一种谦卑心 然后好像就是对事情能够环事彻底 环事彻底是蛮重要的 有时候我们做任何事情 如果中途就中途而会的话呢 那就是蛮可惜的 因为很多的努力累积下来 你怎么样子做一件事情 让它环事彻底 所以从这个清朝会当中呢 我也学习到很多了 那当初在十几年前要推动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要跟我去走厕所 因为我想说我要开始来实践了 那没有一个人 那我说 那我是集团的这个领导啊 所以我跟他们讲说 OK 那我今天出来 你们不出来的话 你们就看着办好了 那大家就硬着头皮 就只好跟我在那边磨磨磨 但是磨磨磨 一直磨磨当中呢 他们突然间觉得这个真的也不错啊 他可以应用在他的事业经营上 他可以让他的员工呢 他也有这种谦卑而且能够去做事情 能够彻底的这种很好的这种示范 所以慢慢的就扩散了 那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 台湾全社会的一个运动 一开始的时候只有我 还有只有我的相关的这些干部呢 一直开始少 那少了之后就慢慢的很多的企业 但是当时很多的企业加入的时候 有的老板他也说 奇怪 你们真的是犯了什么错误 怎么会去起厕所呢 他还不了解 其实呢 其实我们在修行当中 这个也是一种修行的 其实讲起来 所以我们去禅修的时候 一定就是 一定要早上就要去打扫 出坡 我们都要去出坡 就是要去清掃 我相信各位有这种经验 但是那种就是一个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所以后来有很多的学校呢 然后加入我们的这个活动 甚至小朋友呢 小朋友 幼稚園生或者小学生呢 他们都跟爸爸妈妈一起来扫 那扫了之后呢 他们一开始很害怕 这个很肮脏 这个有虫 有什么那个蚯蚓 那个挖水锅呢 都很害怕 那后来就清洗干净的时候 自己就很开心了 那后来呢 我听说很多人这样跟我们讲说 这个小朋友回去之后 都会帮爸爸妈妈的做事情 而且呢 他的那个 那个环间呢 就不会乱七八糟了 因为他知道说 做事情就是要 有条理的 然后要把它整理干净 然后自己很舒服 别人也很舒服 所以我想呢 这种活动呢 事实上 我觉得是值得推广的 所以我跟爹先生的这个环总 我说 将来就请他在菲律宾做总召集人 来推动这个活动 我相信一定是 对家应该会有很大的这种启示 那至少让整个的这个 我们的生活的周遭的环境呢 变得更干净更好 也不是只有 刚才讲的时候 也不是只有少厕所 你可以从少环境开始嘛 像你们附近的邻里啦 像日本人他是做了什么 甚至有一个人 一个人他每天就是自己在扫 那个一人的清扫活动 那当然团体活动的话 大概是我常常讲 是好像修行是共修一样 那你如果一个人的话 可能会觉得很孤单 那事实上 你养成一个习惯之后 譬如说我现在到了一个地方 譬如说我搭飞机的时候 我用这个小厕所 小厕所我一定会把它弄得很干净 用完之后把它擦得很干净 让下一个人来用的时候 会觉得很舒服 但是我们常常有 没有这种习惯的时候 那就会变成说 好像这个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希望呢 就是像这个呢 你们可以好好的去应用 然后将来有机会的话呢 也可以到台湾来这个见习 那甚至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会派日本团体呢 来你们这边呢 跟你们交流 那你从这个交流当中呢 其实讲起来 像我如果办这个活动 譬如说我们每年有一个年度大会 都是在四月期办 我记得马来西亚曾经也有 一个团体来参加过 后来参加完了 结束了就没有下文 那蛮可惜的 但是日本人他现在很彻底 他每一年来参加呢 在台湾办一个世界清少大会的时候 他们总共五百个人来参加 那全部都是智慧 而且要缴会 然后来帮我们这个洗厕所 那甚至呢 每一年他至少一定都有150位的人 来跟我们交流 那其实这些都是中小企业的老板 他们这些老板很特别就是说 他们很多在公司里面都自己清少 不是委外清少 我们常常会说 委托外面的这个清少公司来清少 但是他们就是很彻底的 用这种方式呢 让员工呢 真正的去实作 然后去体验 那又谈到这个 事业方面呢 其实讲起来我常常觉得说 市场是不会消失的 只有重温配 你会觉得说 我做得很顺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不断的去成长 那当然你如果发现说 你好像是不断的这个事业 有产生变化 有衰退的现象 那其实讲起来 当然整个商业行为的一个改变 消费行为的一个改变之外 可能你的竞争者或者是你的同业 share掉你的市场 有时候会变成这样 但是你如果看到别人来 share你的市场的时候 你就要想说 那我要怎么去 跟他产生一个差异化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经营社会本来就是这样 如果每个人做的都是一样的时候 那当然没有什么特别 所以我认为 经营的手法它是千变万化的 你只是要根据你的市场 根据你的消费者的这种消费行为 来去思考说 我怎么样子去应变它 所以经营社会我个人觉得 尤其我们做商业的 跟消费者很直接的在一起 所以我常常就会想说 从消费的心理 消费的行为来去思考 我这个东西如果我自己不喜欢 我不能够把这个不好的东西 给我的消费者 那如果我觉得看来就不开心 那消费者一定更不开心 所以用这种方式 而不是一直在想说 我一个东西可以赚多少钱 有时候你如果单纯是从 理论的角度去做原点思考的时候 往往就不一定会成功 所以在我的经营事业 在事业的一个概念当中 我觉得说 有时候很多的媒体都会问我说 你引进了这个事业 可以赚多少多少的钱 那你一年要赚多少钱 他问我可以赚多少钱 我说我也不知道了 我只是觉得说 这个事业是不是顾客要的 是不是顾客开心的 如果顾客都觉得很开心 市场都觉得有这种需求 那自然就会赚钱 不会赔钱 一定是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那我有一本书就是 《只要用心就有用力的地方》 这本书在台湾也非常的畅销 那一天今天早上在卖场 碰到一个年轻人 他说他认识我 你说他怎么认识我 他说他看过我的书 那我 所以很多的年轻人 他觉得说 我讲的事情 跟他们是好像很容易听得懂 或者是跟他们很相配 所以我相信 真的就是你要有用心 才会有用力的地方 你如果看一些事情没有什么 那你就 所以当时 譬如说我当时引进这个 他说他在台湾也很成功 那时候很多的企业界的老板 他就问我说 奇怪 你觉得Starbucks不错 我也觉得不错 为什么是你引进不是我引进 我说那个不是比 那个牵头哪一个人大 不是比哪一个人资金多 你要用心 你要不断的去跟人家协调 不断的去谈判 然后 我花了差不多将近两年时间 才引进这个Starbucks 那你如果只是坐在那边 觉得喝一杯咖啡 这个很好 这个可以引进 每天坐在那边想 那你永远就是 不可能达到那个目的 所以就是说你要真的很用心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原来有这么多的机会点 所以我常常在做这种企业改造的时候 譬如说我在内部的这种改造 我常常想说 我稍微调整一下 我并没有增加新的商品 我没有增加任何的投资 但是只要一调整一下 它就可以业绩就可以成长 为什么 因为你很用心 你要融入顾客的情境 知道说 你是一个顾客 你不是做生意的人 你是一个顾客 那顾客要的是什么 都是要从这个原点去思考 那自然的话你就会发现 它的机会是无穷 时间差不多到了 OK 但是我还是要给 ник家 自己的认真 我们也从事很多的这个 洛先生谈的这个CSR 就是怎么去奉献社会 所以除了这个刚才清少之外 我還做一件事情就是文竄方面的一個努力 因為我把政府一個很大的延期就是 就是台灣的文化藝術延期 我把它全部承接下來 然後我要去讓這個延期做得更加成功 讓更多的國內的朋友 還有國外的朋友能夠來參與 那是在宜蘭傳譯中心 所以你這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過 可能沒有去過 以後有機會 它那個延期是相當不錯 但是代表台灣的文化藝術 從現 它是把它再現出來 就是有一點像黃谷一樣的 這種延期的經營事實上不能賺錢 而且要貼錢 我說我賺錢的話 我從企業努力來服務顧客所賺的錢 我拿這個錢出來 貢獻台灣的文化藝術 這樣子的話就是變成說 好像就是對社會 它真的就是利他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經營事業 真的就是要很文雜文打 而且正派經營 不要跟人家比 人家賺很多的錢 你不要跟人家比 你要知道你這條路 就是一個正道 我們常常在活法上就是說 你要走正道 你這條路要很堅持的走下去 不要認為說我要超捷徑 然後我馬上就可以變成是一個爆發戶 真的很多事情就 你看到很多的這個 這個創業家成功了之後 然後經過幾年之後它消失了 為什麼 因為它賺的錢 它只是一直在想說 我要怎麼賺更多的錢 它沒有去複裂到整個的這個 它的消費的這種行為的一個改變 或者社會的一個變動是什麼 然後它又要回饋 要用英國 我們常常講英國關係 當然英國關係我覺得說 除了剛才若先生講的英國關係之後 我講的就是說 很多的事情都是 任何的結果都有它的原因 任何的結果 譬如說 包括我們現在景氣的變動 或者是出國的衰退 那個都有它的原因 那個原因才有這種後果 但是基本上任何的事情 我是認為就是說 經營事業一樣 你要不斷的把一些正面的因素 不斷的加進去 把一些負面的因素 不斷的把它撇除掉 那這樣子你這個企業就會 永續經營 而且會很健康的這個發展 我想這個是 我大概是講這些 那剛才講的這些 關聯也都是一樣的 你從這個當中 你可以學習到一些想法 那這位老先生八十幾歲 你看他 他還趴在這個水鍋裡去挖水鍋 因為水鍋裡 裡面都是一些泥丘啊 或者什麼泥土啊 然後呢 他跟我們在台灣清掃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是一種 讓我們學習的一個典範 家庭 學校 企業 現在在台灣也是非常的 展開了非常的成功 展開了非常的成功 在台灣 第一次宵 進來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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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y樂 那天 你 那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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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各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